我想结婚咋就这么难呢 仰看着结婚了 这又突然变化了 我的房子都准备好了 装修也装完了 酒店也订完了 又开始跳火刺了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然后在生活当中还开始怀疑我了 对我不信 我今天就想问问 这婚今天到底还结不结了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孙先生31岁来自辽宁各体 宋女士35岁来自辽宁老师 主持人好 好 欢迎两位 您想结婚 对 您觉得没诚意 太没诚意了 老师 所以今天是觉得没诚意的要来的呢 还是想结婚的要来的 咱俩反正都是一席下都要来的 您来的目的是要娶了她还是什么 我指定是办结婚去 好 那您来的目的是要嫁给她还是要分开 我想看看她的态度 现在她的态度我接受不了 咱俩是2020年认识的 当时朋友没你吃饭 然后认识了 认识的时候她对我特别好 特别大方 她对我好到什么程度就是 都以为我自我感觉 咱俩是有血缘关系的那种好 你知道吗 特别好 然后也特别大方 什么东西都给你买特别多 然后我觉得小伙子挺好 我当时岁数也挺大了 我和她先接触接触试试 天天车接车送 然后送吃的烂七八糟特别好 但自从触上对象了 整个态度就180度大转变 这都正常嘛 追的时候都这样嘛 但是这个转变有点太邪乎了 你知道吗 就是我有点接受不了 中间发生了一些什么 一开始就是我为主 我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但是我们两个去拍那个婚纱照的时候 都拍婚纱照了 就是已经 对 今年年车都结婚了 房子都买完了 装修都装完了 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十月份 领结婚证了吗 没领的 我一下子啥也要领证 完事又不领了 为啥 说酒店不行 档事太底了 什么酒店不行 就是一个小饭店 结婚的酒店 结婚的酒店 不行 特别小小饭店 你订的 我母亲订的 她套路我主持人你知道吗 她带我先去 我带你吃个饭 到那吃饭 问我这个菜怎么样 好吃吗 我说挺好吃啊 你看这环境 我回来普通的吃饭嘛 我说挺好的呀 第二天人家把丁丁交完了 就在那办了 就能摆三四桌 然后她跟我说 我通知你 啥能摆三四桌呀 那一个饭店就能摆三桌 那能摆十多桌 那好不好 那你直接买盒饭得了呗 你直接要亲亲朋友 跟马路边人一坐的 就那么办了那更省钱 我告诉你 不是 想想省钱不是这么省的 不是 问题是 那我之前我也不知道 那是后来 你有啥不知道的 你带我去的饭店 你有啥不知道的 对呀 那你不还说 那饭菜还跳死呢吗 那不就普通吃饭吗 对呀 我也一开始不知道 那你还带我吃沉面了呢 那你咋不个沉面馆办呢 那你不存台杠子吗 那不 这就有我杠子 好好好 知道了 当时订没订 当时我母亲押金都都交完了 那现在退了没退 马上没给退 前行再摆了 他想往那饭店不行 行 这就饭店的事 打了插号了 婚纱他也说不行 我还接着找着人 怕那婚纱罩那人还硬是 这那个是稍微便宜点 但是眼前技术 照相随身都非常好 那个屋都不到5平米就是真的 就是应该是拍两寸照片 那那么大的你知道 他让我去拍婚纱罩去 我进去之后 我以为他那是接待室呢 结果人家就在那拍 谁拍婚纱罩 在那么点地方拍呀 后期都偏 那我朋友都是都跟他人拍呀 人家都去国外拍 国外拍 我这辈子是不是就结了一次婚 不是国外拍咱自己 啥条件心里没处啊 啥条件不得 你在镇上省啊 不是个镇上省的 他一个结完照的话 有啥的 结婚照大哥 他一个结婚照 你拍两寸照片那个那人 那是结婚照 我这辈子就拍了一次 不是那咋有那条件吗 你不那没条件 你直接你找女儿就给大家拍得了呗 找一公园 我家窗帘就白的 我缠身上 你就让人就拍 那不更想闲吗 不是那你不 你想小男就往死守 行不行 那你纯不讲理了你知道吗 我不讲理了 讲点道理 你什么事都是通知我 动不动就告诉我 我告诉你 这个我订完了 那个我订完了 我啥都不知道 我就接受通知 不是 就婚纱照的事听明白 没拍成 对没拍成现在 还有啥 彩礼啊 对 之前都订好了 玩着他家也挺满意的 玩着他家也挺满意的 玩着这会儿又变化了 又想要少了 当时订了多少钱啊 当时订了十万 给没给啊 给了 他当时说的吧 十万 我就说想要一个戒指 要一个三斤什么的 他家也没说行也没说不行 他家人说听他的听你俩的 你小两口安排 然后这个事就黄了 他就开始给我哭情了 哎呀我家多么多么不容易 你怎么能要戒指呢 你怎么能要三斤呢 然后就开始给我扣帽子了 哎呀拜金呢 不是我感觉咱俩结婚过日 是咱俩的事 谁结婚人结婚不买呀 对不 那以后咱俩以后结婚婚 要孩子啥的 而且我家都说了 你这个钱是给咱俩过日了 用的不 对不对 是不是咱俩过日用的 他说了我这钱 我父母拿走了吗 没说吧 没说呀 这钱不还是咱俩过吗 那我家那边 那怎么之前父母都订好了 怎么说变就变呢 那你啥都没了 那家找结婚呢 啥都没了 我还不能变一下 这个彩礼的事啊 那这个东西就打水漂了呗 不是那咱当初认识钱 你就知道我父母啥条件 你当初认识的时候 你告诉我喜欢什么咱就买 不差钱 对不对 对呀 那我绝对对你 我绝对不扣啊 我又不是败气啊 我也不是败气 谁结婚不买戒指啊 我要求过分了吗 那戒指没毛病买呀 没说不买吧 你不买 你不告诉我 你家不承认我要当 变现吗要啊 变现你变了吗 你不不干吗 那怎么干呢 哪有说这地方彩礼了 晚上回头他又变现 晚上还要变一倍的现 啥叫变一倍的现 就是双倍了得 就是之前给那十万 十万彩礼变成二十万了 对 哪有这么变现的呀 这钱是不是咱俩 这钱是不是咱俩过日的 是咱俩过日啊 对呀 你花不着吗那钱 咱们这事先放在一边 因为能不能结婚 其实并不在这些 对吧 对 这人怎么样啊 一开始挺好 可好了 我觉得这世界上 除了我爸就他对我好了 是是是 后来就变了 说带我看电影去 必须得抢网上的 每周二的优惠券 如果不想这个优惠券 不去 平时我想看那电影 冤线上映的 人的闺蜜们都在聊剧情 我啥也不知道 我找她 她说的 哎呀我有事 其实啥事没有 就是各家抢那个券 后来这个电影下线了 他告诉我 我给你发个链接 可以跟网上看了 下线了 哎那我很好奇啊 你想看电影 你买电影票 请他看不就行了吗 他大男子主义 不让 不是我不抠 我对他老大 你不是说你抠 你拉的 你既然说不买那票 嫌那个什么他买了票 你看不就完了吗 怎么你还不同意呢 不是 我那会正好大院位有事 你知道吧 没时间 你有啥事啊 你各家除了躺着发呆 你还干啥呢 你不就是不想买那电影票吗 干啥有关系 你电影票多钱玩什么 那你还请那个 有贵卷干嘛呀 不是 那都同样的价位 咱说的 能省折省 不是能省 那有便宜的 为啥咱买贵的呀 你现在的想法我懂了 你现在想法 就是非常值钱 我随便行 你看你看什么都行 现在不行了 啥也别看了 不是干啥有关系吗 电视都别开 省电 我差了电影票钱呢 你差呀 我追求你看那样 天天看那样 你得后劳毁了 一个礼拜几乎就是必顺化 对吧 我感觉 那花都花多钱了 我感觉你不加的 都买多少个电影票 你现在劳毁了 你绝对是有事 你知道吧 我有事 从来我就说 你现在严调结婚了 就是挑我 他现在就挑事 现在 而且主持人啊 我再给你讲一个 他带我吃 他之前他不是这样 他带我吃火锅 我说这火锅太辣了 我说你给我买个水吧 我刚喊服务员 他告诉你先别喊 出去了 跑老远了 将近两三站 去一个那个 是打折的超市 给我买了一瓶水 饭店卖十元 超市卖三元 他拿了 人家还不让带水 个兜里出来的 咕咕囊撒一袋 就出来下来了 然后把这水给我了 他告诉我 你快点喝 快点喝 快点喝 派人服务员说他俩 我就觉得我太丢人了 真的主持人 我要疯了 都可以 不这有啥丢人呢 你说就那十块钱的水 他不买 他非得去那买 然后服务员不让带水 就在我旁边围着我转 人家可能也不好意思说 不是这没啥呀 有多少钱 过多大的日子吗 这有啥了不起的呀 就我觉得他在每一个事上 都在玩命的时候 他现在主要啥的主持人 你知道吗 我现在生气了 不是他对所有人 都这样 这水我想解释一下的 这水是啥事呢 他爸一整就老爱 搁外边吃 前两个月 那我搁外边吃的 就是不干净的东西 回去就拉肚子 他身体也不好 胃也不好 上回咱俩吃那锅锅 我就怕他那水吧 就是不健康 大哥 水是在一个厂子里 伸展出来的 一个厂子有真有假呀 对不对 我说我就除了去 照顾我的店 行了 我跟你说 我能差这几块钱吗 你这点就特讨厌 你知道吗 我就承认 我差这几块钱 怎么也不丢人 我就想省这七块钱 我不丢人 对吧 我就省钱 我觉得不丢人 这有啥丢人的 你听他说 怎么了 他对我吧 他对我 要是对所有人这么口 我认了 对不对 他为了过日子 我也想结婚嘛 那不讲 人对他哥们 可老大方了 主持人 哥们跟他吃八回饭 吃饭洗澡按摩唱歌 一条龙全场拿钱 他告诉我 大家轮着 我跟他去八回 八回全是他 现在哥们都习惯了 吃完饭抽他 没单呢 他接着去了 咱们之间就是轮圈 今天我请 明天他请 对对对 那赶上轮到我了 那我就得请了 我不能口啊 就是每次他给你去的时候 都轮到你 十四八四都轮到你 不是 那点真正 那就巧 敢巧了 你咋整啊 哇有时候吧 你俩真幸运 我那帮哥们有时候 有的条件不好 哇有的就是 咱们出的都挺好的 谁有谁就拿了 那都无所谓 你们条件不好 去唱歌洗什么脚呀 条件不好 吃完饭 该回家 回家该干嘛 干嘛呀 有时候那就是 那喝完酒 就兴奋嘛 完事就是 赶到那了嘛 你看着没 刚开始跟我说 我家条件不好 现在他觉得 朋友条件不好 我条件行 我想大家 多大 不是 花不了多钱 也不甜甜的 然后和我一个人口 跟我先让口味来 奇怪 给你哥们买什么 不是 那咱俩是以后 是准备家过日的吧 对 对 听明白了 女生发现了 男生很多小问题嘛 对 这个问题是在 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 发现的嘛 比如说 有点要面子呀 有点绷着呀 为了面子 有些该商量的事 不商量 本来商量 可能能达成共识的 结果就把事 闹僵闹大了 对 他要跟我商量嘛 我能同意 不是 你也不一定能同意 他通知我 你那脾气 咱俩不好说 他啥事 他都说 啥事 你不用问我 你做主吧 那我就客气一下 他就说 我得找我少量了 你就真这么干啥 他啥他也不管 我领导发的通知的 都比你详细 你直接告诉我 订阵了 发个定位 结婚在这 我还得让你导航去呀 不是 那我不看 你有时候也太忙了吗 有些小事 我能做 我忙到这种程度了 哎 我的天哪 不吵了 不吵了 现在除了这些 钱的烂七八糟的事 其他的问题怎么样 外面还有别的事 不为人知的事 谁有不为人知的事 一开始 他那个手机 我随便看 密码也是我生日 现在都不是我生日了 而且手机一响 他巴不得把手机 顺床撇了 就啪啪我看着 啥时候那样的 就是出彩 他有时候老去广州出彩 我给他打电话 半夜站线 要不就关机 要不站线 站线大于关机 我问他干嘛 给我喝多了 我说喝多了 你还站线呀 喝多了 给客服打电话呀 不是 那我有客户 那人家客户来电话 你不就去 谈客户去了吗 对的 还有别的 当个面还得打电话呀 那就一个客户吧 你就一天就吃一顿饭吧 大半夜给你打电话 不干别的了吧 客户啥也不干了 别人还给你打电话 有事吧 半夜有业务吧 那就 那没事喊哥的 也是客户呗 那小姑娘 真的客户 不是那是公司的呀 哎呀 公司那咱就全男的呀 那我就不知道 你那大位全女的呀 那你这天天 拿着手机 对着手机 各家呵呵乐 跟着我 就永远掉了个脸 不是那是大位领导 我不得有时候 得赔点笑脸吗 你 刘维希也赔笑脸啊 哈哈哈哈哈哈 你又不是打视频 你跟着打字 你赔什么笑脸啊 不是那有 有好几段是语言 你没看着 谈事你语言还赔笑脸啊 我问你 你能笑脸你不害呀 你 你别的我都能接受 你哪怕你视频会议 你赔笑脸去 你文字 你赔什么笑脸啊 不害有语言啥的吗 那不都得乐吗 打字你乐得可挺开心 你跟我从来没这么乐过 其实说白了 就是现在你也不太信任 你男朋友了对吧 他外面肯定有别的事 而且一说出彩 老兴奋了 晚上都睡不着觉的那种 不是那咱不是 他现在就是 总有原因就是挑事 然后我现在很累 很疲惫 他一点都不理解我 我现在反正也是压力特别大 我事也闹心 他再不理解我 天天找这事找那事的 我眼瞅着啥都定完了 要领事了 瓜家又不领了 又开始 又想这个不行了 那个也不行了 我就不知道啥意思啊 他说呀 他现在吧 就是 他现在对着朋友都说啥呢 现在他朋友所有人都知道 都劝他俩分 因为他跟他朋友说 告诉朋友 你去带我看看眼科吧 他朋友说你咋了 他说我好像是瞎了 我找他了 永远都是觉得他找我 哎呀后劳毁了 那我咋不知道呢 我啥跟我朋友那么说了 反正就是现在可后悔了 然后我现在个家呢 就是透明人 我就学个苹果 不是我刚才你刚才 他现在是我朋友前 我二人还二人都可好了 他人没听着说的 就这样我跟他结婚了 我可能在屋里谈话了 他可能都不知道 知道也无所谓 谈着呗 那你纯抬杠的媳妇 我要抬杠的话 咱听他已经说了 对你咋样啊 心里没处吧 对吧 那你纯是抬杠 你纯是找事呢 你现在就是 你现在种种迹象表明 就是你现在想跟外面找别人了 你总跟朋友说 外面那么多女的 咱俩 我们俩就跟他呀 咱俩眼瞅要领事了 父母也借完了 婚都订完了 房子买完了 装修都装完了 你看我找别人一下 我有病了 你自己说的嘛 你不自己说的嘛 不是咱都来这儿了 害死我呢 我又不想跟你再写了 我干嘛来这儿啊 那你老 我现在就需要你一个态度 你现在这个态度 我觉得你就是臭话 赶紧通关节 结完之后 你巴不得 现在我婚礼 什么都不要了 咱俩都花十了块钱领个证 是不是 完全可太心了 我还想咱俩不花钱领证呢 对吗 行 那他不花钱领证 再省点 十块钱不还能跟你买 你说你汉杨怎么少 你汉杨怎么少 对吧 那你要是汉杨的啥 好 不吵 先问一个最核心的 你现在觉得他在外面有情况了 是吧 回应一下 有还是没有 没有 咱没有 确实没有 我真不是想人 对 好 他现在天天跟你挑刺 你觉得他挑刺是因为 他不想跟你结婚 还是这事你办得不利索 我感觉我最近可能是 也是工作忙的原因 眼瞅着 咱俩要结婚了 对他有点忽略了 对他有点少关心了 他就是找事 他纯找事 他找事 对 而且平时他脾气 各家也是特别大 他让我蹲着我不敢站着 他让我站着我也不敢蹲着 他一直都这样的事 就这强势 那你娶他干嘛呀 正常世界了 但是他眼儿好 眼儿特别善良 对我父母也特别好 就是有时候吧 有点这个女孩的这个小艳性 行 我帮你问问吧 婚房买了 买了 装修还满意 还行 满意 都是他安排的 他告诉我什么都不用参与 我感觉我像个宾客似的 不不不 你满意还是不满意吗 一板 这个不满意的在什么地方 就是我选的壁纸 他都觉得有点贵 他想买便宜的 他都买这便宜的 装完之后呢 就让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所以连房子带装修一共花多少钱 十了个 差不多 连房子带装修啊 不是 装修十了个 房子都有一百多个 差不多 这房子 他出的钱 他出的钱 我家说给他买车 你叫主持人 我说我家想给你买车 你推荐个车 他给我推荐全一百多万的车 对呀 我这房一百多万 我这车也得一百多万 我当时以为他逗我玩呢 你不是说要买车吗 你妈跟我说对吗 我也买飞机的 你不让我随便挑吗 你妈跟我说 让我随便挑吗 那你就这么随便挑啊 说白了就是 南房这已经花了一百多万了 对吧 我下面想问 未来日子谁俩人过呀 我俩 那你们俩为啥就不能商量商量呢 他现在不跟我商量主持人 那你为什么不能坐下来跟他商量呢 为什么不能好好商量呢 这事不是特别简单吗 房子也装了 都是普通老百姓人家 百事个拿出来也就算有压力 有还是没有 那都借钱 未来的日子还得过 咱就别绷着面了 到了这时候还要什么面子呀 最大的面子不是你们活得幸福吗 你们婚后债务少一点吗 你们婚后活得轻松一点 你们俩坐下来聊这事不就完了吗 你觉得酒席标准应该什么样的标准 说 他不听 我听 你说 我订了一个酒店现在我像梦幻城堡似的 我不管像什么你就说一桌多少钱 一共多少桌 四五千块钱 十桌左右呗 那档是相当高了 行 你们当地的分子钱是多少 这婚礼能收回分子钱吗 你们把它当买的都行 能收回来 那是能收回来 就不赚呗 那娶媳婦不用赚那事了 你行了 你老是这个 你要的脸都是假脸你知道吗 你要点真脸吧兄弟 行吧 那就这么办呗 行 但是他这个 这个彩礼 彩礼十万块钱还加不加 在家呀 因为我想买戒指啥的呀 行 还有别的要求吗 没了 这婚纱照我都可以让一步 婚纱照我不开了 行吧 那我们那个女方赔那车子 到底是多少钱的车子呀 我妈妈想的就是二来个 她不同意 就要一百多个的 我也不知道她干啥 不是 我那会儿 我没多合计 她妈说的 你就随便选一个 那我只能喜欢好的 谁喜欢不好的 行 现在呢 现在就 那好吧 二十多万那就行 那能不能这车钱 就直接给我们 我们先拿这钱都给了 然后那车最后再买 反正我寄在账上行吗 主持人 我感觉她这点 她妈就一直在给我画大饼 我妈给你画饼 对 一直给我画饼 我是现在一份钱看不着 就所有的什么 买房子装修啥的 现在全是咱家拿的 你妈妈当时承诺的吗 你妈妈说先我拿钱吗 承诺你现在看老了 一份看不着不成了 把你这边又这样打死你 你家里从来没说 你家条件这么不好 那么不好的 你妈爸爸当时给我承诺的很大吧 怎么到你这儿 开始变得吝啬色的了呢 不是那咋 你要起几个呀 你跟我说实话 你要真取得多 我给你省点没问题 不是那是咱俩结婚的 还是跟我父母结婚的 我不知道你要跟谁结婚的 行行 你不要把它当时 所谓的一时之快 为了促成这件事 就像你现在说的是气话 对吧 不要把气头上的话 逞一时之快 要面子的话 当成一个承诺 你们现在要真过日子的话 咱们就把这些承诺 能兑现的咱们做兑现 不能做兑现的咱们不对线 特别有意思的是 有些条件能达到的 还结不成这个婚 有些条件没达到的 反而婚结成 这个就跟感情有关系了 所以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 看看这段感情应该怎么办 让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当婚事的风风光光 体体面面 有时候并不是 一定是钱多钱少 你们怎么让我感觉 婚事 似乎变成了菜市场的交易 谈婚论嫁 变成了彩礼多余少的较量 女方 原来说好十万的彩礼 现在一下就涨到二十万 突然的坐地起价 是有报复的元素在里面 酒店 您问他好不好吃 他说好吃 但你告诉他了 是在这里办婚礼吗 好吃的店多 如果你带他去吃了一个快餐厅 问他好不好吃 他说好吃 然后在这里办婚礼吧 这难道不好商量吗 他完全有知情权 因为他是结婚的主体啊 婚纱照也是同样的 这两件 很显然是对他的极不尊重 你们就是想逼他就范嘛 我定金度交了酒店 不能换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当口 他的这样的一个彩礼二十万 就变成了 你们眼中这样的一种 毁婚型 但是对他来说 他认为 你做初一我做十五 另外还有 在这样的一个当口 他妈妈虽然说 我们陪降一辆车 您倒好 就往高的选 哪有这样的 确实让他们有一点心寒 您看在十月份 马上就要办婚礼的情况下 一脚刹车 把这样的一个进城 刹住了 这个是不是得不偿失啊 所以我想既然来了 大家好好商量 还是这句话 我们用最省的钱 我们用最真的情 我们把婚礼 办得风风光光 体体面面 如果说你在这方面 还要耍小聪明 那我告诉你 毁婚就放在你面前 谢谢 先不去探讨你们之间 到底有没有爱啊 因为一直也都没说 就说了你们要结婚这点事 不去探讨有没有爱 但是我听起来 你们这个 想要结婚这件事 怎么特别像你俩一起 商量的一场阴谋 真的是俩人一起商量 怎么从老家那 抠吃多点钱 怎么才能让你家 一百多万买个房 还得二十万彩礼 咱俩将来拿这钱 得过日子呢呀 对吧 啃老啊 你也要你别等头 人家说送你们台车吧 您就一百多万 啃他的老呀 你俩互相商量 啃对方的老 听起来你们的婚姻 就是这样啊 怎么能让以后 你们的日子过得轻松 多从别人那弄点钱 以后咱少点负担 是 现在很多父母 希望孩子婚后 生活轻松一点 能为你们准备的准备一些 可怜天下父母心 但是这样的赠予 像你们这样的夫妻 未来的夫妻 能赠予给你们将来 婚姻生活的爱 幸福 能力和责任吗 我觉得赠予不了 反而养成了两个年轻人 好意勿劳 坐享其成 懒 贪 我就看到了这些 否则你自己都说 里边家里全是债 借债结婚 这婚还结啥呀 你们俩就不能有点 鼓起说 父母帮撤了点 付个首付 咱们两个年纪轻轻的赚钱 我们还贷款行不行 让父母多点钱 留着养老 吃点好的 喝点好的 行不行 就啃老啃成这个样子 还在那你一句我一句的吵 什么商量十万二十万的彩礼 年轻人好意思这么着吗 所以我觉得你们去捋捋这个事吧 先把这个事情想清楚 如果今天拿到了父母的赠予 炒成真的是鸡犬不宁 最后还结合在一起了 你们的日子怎么过 所以你们俩根本不是商量咱结婚的事 你们先想想自己这日子以后 怎么承担责任 好不好 想清楚了 再结婚吧 太早了 没到结婚的份呢 谢谢 结婚结婚 结字在前 婚字在后 结是一个动作 婚是一辈子的责任 虽然看似就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一场仪式 可是就是这一场仪式 揭开了多少人间真相 你去他们家做客过吗 去过 去过他们家 跟他爸爸妈妈坐在那里聊过吗 聊过 当时他爸妈妈就说 哎呀 就说你想要什么样的婚礼啊什么的 好 打住 你去他们家做客过 看过他们家的房子在哪个小区 家里面的装修是什么样的 爸妈的穿衣打扮是什么样的 他们家的家风是什么样的 你了解了吗 了解一些了 所以他爸爸妈妈是不是在给你画饼 你应该心知肚明啊 他们家到底能拿出什么样的彩礼 他们家到底能给你承办多大的婚礼 他们家到底能买多大的房子 你应该一眼能看得出来 咱都三十多岁的人了 是 所以应该你对这些所有的条件 应该是心知肚明的 那既然你心知肚明 你在这个时候坐地起嫁 是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他那个家里 咱不说他说了什么 咱不要听人家说了什么 就以你去看到目测的这些来评判 你觉得他们家是不是诚意十足的取你 还是他们家住着好几层的别墅 然后就让你在那个小饭馆去办婚礼 就属于中等家庭吧 普通家庭 所以啊 你提出来的那些要求 你觉得他是能满足你的吗 当时他家里承诺了嘛 我觉得承诺 如果他真的家庭困难不行的话 我觉得我家可以拿辅助 但是他没有这个态度 我现在要的就是他对我的这个态度 不是他在骗你 不是他在给你画饼 是你自己在骗自己 你干嘛跟自己较这个劲呢 拿婚姻这一辈子的人生大事 你自己跟自己较这个劲呢 你到底是要嫁这个人 还是嫁他们家的家庭条件呢 我理解这个婚礼和这场仪式 对于一个女孩子一生的重要性 对 老师 你既然知道她的重要性 你既然知道自己要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你就不要去找一个 给不了你这个东西的人啊 所以我说你自己在跟自己较劲嘛 我刚才为什么问你 你有没有去他们家坐一坐 看看他们家的家庭环境 如果你要没去 我不跟你说这些 如果你要去了的话 你就纯属在自己找茬 你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任 你要对自己的婚姻负责任 我了解清楚之后 我嫁还是不嫁 不能所有的摊子全支开了 然后发现不行 我得怎么样 我得怎么样 那这个时候她当然会觉得 你在矫情啊 你在找事啊 你在找茬啊 你用这招去治它 你得到的是什么呢 你为了得到以后 在婚姻生活当中的话语权嘛 没有用 对 最后让最后别扭和难受的是你自己 对 婚礼没办舒服 婚纱照没拍好 钻戒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 你要有骨气 就不结这场婚 不结你今天来都不会来我们这儿 但这婚你又得结 闹来闹去 不好看的是你自己 嗯 还有一点 说到最根本的 就是两个人的感情问题 真的相爱 在结婚这个阶段 找事的都是家长 这俩人永远都是相互折着 咱俩怎么把你爸妈哄好 把我爸妈哄好 所以你们两个人 好好反思一下 你们的感情 是否水到渠成 已经到了该结婚的时候 好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我家呢 有一口箱子 四四方方的 很简单 白木的 没有油气 也没有花纹 就我妈特喜欢那箱子 把那些什么字画呀 什么东西都往里面放 跟我说那张目的 虫子不咬 后来有一次 我爸喝醉了酒 跟我说 说他当年结婚的时候啊 没钱 然后呢 实在是一点东西都没有 后来说 去找人 去买了一棵张目的书 自己劈了板 做了一口箱子 端着那口箱子 去我妈家提得起 真的只有那一口空箱子 没别的 但那口箱子是张目的 意思就是 你看我这还 还多少袋的东西 今天听了你们这个故事 我就想起这一口箱子 我在想 什么是穷人的体面 还一定不是 打中脸重胖子 还一定不是 死要变子活受罪 还一定是 我让你知道我穷 但是我也让你看到 我竭尽全力 你现在就真的是 你明明已经竭尽全力了 但你还是让他觉得 你没有竭尽全力 为什么 因为你一直在 充阔了 说实话 我不觉得人家穷 人家这个 这张获利里面 已经一百多万砸进去了 哪怕借的钱 也不能算穷 就他说的一样 住的人家至少也有 那为什么 这个穷人的体面 就不能拿出来 就是说你 这个姑娘 我虽然能理解你 但我真的觉得你不聪明 有几点不聪明 第一点不聪明 他那么明显的 拿中脸重胖子 你是真不知道 还是真不知道 我觉得他就是 不想花这个钱 我觉得他有 他肯定 你看 看到没有 他觉得你有 你们家七二多块钱 你跟他说了吗 说了 所以你不是聪明 我整体力了 所以你不聪明吗 他们家的条件 你看一眼 你不知道他们家 能不能拿出那么多钱吗 那个钱 他的工资多少钱 一个月 他能攒下多少钱 你算不出来吗 有没有钱这个事情 难道你不知道吗 第一个不聪明 第二个不聪明 你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刚才 赵川老师 随便跟你们一说 那个酒鞋事 就解决了 你那二十万的车 比如说不说二十万 十五万 你说拿来做赔价 就现金拿来做赔价 是不是你这个婚就结了 但是你没有想过 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只能理解为 你不想结这个婚 但你又说不是 所以 是不是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是第二个不聪明 第三个不聪明 我觉得你真不会做人 你是在逼他吗 你是不是在逼人爹妈吗 你要一个戒指张口 要多要十万 让人爹妈怎么想你 彩礼翻一辈 人爹妈跟左雷右舍一说 说我媳妇 临结婚前房子装修好了 临结婚前彩礼翻一辈 所有亲戚朋友怎么想你 你是不是不会做人 如果要是我是你 我这个也可以省一点 那个也可以省一点 回头我们省下来钱 就说买一个戒指 或者买个镯子 回头阿姨你给我戴手上 那就算你给我三斤了 这不就完了吗 都褶过去了吗 嗯 我是不是的点是啥呢老师 我知道你的点是啥 你觉得他有钱 你觉得他抠 嗯 问题是他现在真没钱吗 嗯 你临到结婚的前夜 你还没敢相信 你老公有没有背着你 有钱还是没钱 有没有借钱 他们家借的钱 是不是故意忽悠你的 你还在怀疑这个事 那这个婚礼他干嘛 所以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一个人啊 你样样事情逼 而且你逼啊 逼人所有事情要逼在前面 你不能领了的逼 临门一脚的时候再去逼人 那就是你不厚道 嗯 你也想想吧 就这样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这事儿齐根是你做坏的 我大爱 我觉得你也没那么爱他 你用的手段基本上面 就是所谓的招数嘛 你具备一个礼拜 送一束花的经济能力吗 你不具备 这就叫欺骗 你是拿钱给他砸到手的 你又不是用爱给他弄到手的 把人姑娘头先砸婚了 砸婚之后 姑娘清醒了 发现完了 要不然我就凑合了吧 那当然开始就是钱这点事嘛 要那臭面子 那都根本都不叫要面子了 你在婚前干嘛要这样 你们俩应该重新看看 是不是有爱情在 结不结婚我都觉得在其次 你想想你的作为 半夜三更的 打什么电话 谈什么买卖呀 你自己琢磨 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其二 其实你相信我 咱家确实都已经尽力了 那我知道你之前对我不信 是因为各种原因 你又吵又闹 又挑我这事那事的 那我但是我感觉 咱俩这长时间 我对你的感情 一直都没变过 那我是 那个之前有公司 那个小姑娘追过我 但是没有实质性的吧 我不是非得要你这十万钱 我家里也没那么事 我妈妈就觉得 如果一个男人有十块钱 愿意给你花九块 这个人就可以嫁 不图的钱什么的 但是我现在感觉 你对我的态度 我有点接受不了 我要的只是你一个态度 我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刚才几位导师也说了 我态度我指定改 往事以后车啥的 我都不要了 你不用给我过了 就是你要啥 我全满足你 又来了 要啥等满足吗 我要戒指 我要四五千一桌的婚礼 所以说你这家伙 真是张嘴就来 行了 回去吧两位 好好想想要不要出来 不一定今天 非要在这个舞台上谈清楚 真的开始谈判 应该是下了这个舞台 好好考虑一下 好吗 谢谢两位 请回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吧预测一下吧 我估计双出的可能性很大 我觉得他们爱的基础也不够 然后对待婚姻的态度也不端正 就都别出来了吧 回去好好想一想吧 双出 我是很建议两个都不要出来 先稳一吻再说 来吧 看看他们自己选择了怎样一种结局 请开门 意不意外 有一点 这个不是个结果 我觉得只是在这个现场他的一种态度 回去好好想一想 你们俩深聊一次 沟通的好 咱们继续往前走 沟通的不好 咱们还都有机会 回去想怎么谈 好吗 好 谢谢你 请回 好 谢谢 你们这次助力助得特别好 这一脚刹车踩住了 这段情感 弹得好 那就算稳下来了 弹得不好 这脚刹车也踩得好 省得他们超速通过出车祸呀 来 这次我能继续往前走 所以我是再当银子